台中市議員候選人林憶偉 9月12號深夜酒駕被警方攔下 當時他PO臉書道歉 宣布退選和退檔 但現在被發現 他把道歉文刪了 還PO了自己抽籤抽到的5號照片 在網路上林憶偉先生 也持續向大家宣傳他的號次 我們要請問蔡奇湘副院長 這就是你們所謂 酒駕林農人的結果嗎 鄭靜杰認為林憶偉說要退選 是不是在欺騙民眾 而且失去街道上 還可以看到他和民進黨 及台中市長候選人蔡奇湘的 合照廣告看板 更質疑蔡奇湘 是不是要繼續支持酒駕者參選 林憶偉在服務處不出面回應 緊隔著一道鐵門說 他沒有要選 選委會表示林憶偉 雖然一審被判刑四個月 可一顆法金 但他登記參選後才發生 酒駕事件依照規定 自己不能撤銷參選 加上案件還未定業 選委會也不能審核他的參選資格 華視新聞靈山 張春風 台中報導 華視新聞看起來 趕快訂閱我們的 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歡迎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最新 最及時的資訊要提供給你